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田一TV,带你全面了解澳洲 澳洲政府一年一度最大的重头戏,联邦财政预算案在上周二公布 今天小一就来带大家看一看,如今澳洲的工党政府他们花钱的重点 这次2023-24年度的澳洲联邦财政预算案,最让人意外的是在这个财政年度 澳洲估计贿赂得42亿的财政盈余 这是最近15年来的首次 财政盈余这件事情在高福利的发达国家一般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大多数起国家的政府比起省钱来说更愿意花钱 花光了已经有的还会去借来花 比如美国和日本都是高负债国家 他们负债总量超过年度生产总值的一到两倍 这次澳洲能够拿到久违的财政盈余 最要感谢的就是持续升高的矿产价格 火热的就业市场和新冠结束后重新大量涌入的移民 这次财政预算案的具体内容方面 我会从个人家庭和生意主三个角度帮大家总结 首先是对于一般个人来说 这次主要从新一轮财政预算补款中获益的是弱势群体和特定行业 比如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福利卡的持有者 他们会得到澳洲政府更多的医疗补助 失业救济和租房补贴 澳洲政府也斥资113亿 为所有拿行业最低工资的老年人护工加薪15% 但是对于养老金账户余额超过300万的少量高收入人士 澳洲政府会把养老金收益税率翻倍 从之前的15%增加到30% 这个政策有那么一点劫富济贫的味道 对于澳洲的家庭来说 这次预算会为超过500万中低收入家庭和100万小生意 提供最高每年500澳币的一个水电费的补助 来抵消这一些能源价格上涨 对生活和成本的压力 澳洲的联邦政府也会和州和领地的当地政府 一起提供贷款给17万个澳洲家庭 为他们的房子进行节能升级 对于将要有小孩出生的家庭 澳洲政府会从7月1日起 把法定的产假从去年的18周提高到20周 对于有小孩去幼儿园的家庭 澳洲政府也增加补助比例 到最高95%的幼儿园的费用 对于单亲家庭来说 政府会把接受单亲家庭补贴的 这一个小孩的年龄上限 从8岁提升到14岁 让这些单亲的父亲或者母亲 能够多领6年的补贴 这个针对单亲家庭的补贴 目前是每两周发放922.1澳币 换算人民币大概是不到4300元每两周 这个变动会使57000个澳洲的单亲家庭受益 对于在澳洲做生意的人来说 这一次澳洲联邦政府的财生运商案的利好消息 是比较少的 这也不是很奇怪 毕竟生意主们并不是澳洲如今执政的工党传统的票仓 虽然这么说 澳洲的执政政府不能也当然不会 对生意主们完全不管不顾 毕竟他们的生意如果做得不好 他们的雇员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一次针对生意主的主要税收减免政策有两项 第一个是20%的节能减排税收补助 让在2023-24财政年度内投资购买和升级某些节能设备的生意 可以拿到RY20%的税收抵扣 让年营业额在1000万澳币以下的小生意 可以把接下来一年财政年度内购买不超过2万澳币的机械 立马折旧 而不需要根据他们的使用寿命去分期折旧 这个政策其实比起新冠期间一直在实行的全部都可以马上折旧的政策 优惠力度要小一些 但是也总比没有要好 毕竟澳洲政府已经做出了决定 新冠期间实行的大部分优惠政策都要慢慢的取消了 产业政策方面 从这次财政预算案中会议最大的就是澳洲的新能源产业 新能源产业得到了政府超过560亿澳币的各项投资 另外两个得到澳洲政府直接投资或者是税收减免政策的产业 则是国防军工和连租房的建设 其余一些值得一期的政策 包括新增的2万个政府支柱的警却行业相关大学学位 加强查税的力度 正式实施跨国企业15%最低税率制度 给受家暴影响的妇女更多政府资源等等 最后来跟大家讲一讲很多华人会关心的移民政策 每年澳洲的联邦政府财政预算案也会包含下一年度澳洲的移民配额 这次发布的消息是澳洲明年的移民配额会保持在和今年相当的19万 其中有70%的名额会分配给技术移民项目 具体数字可以去内政事务部网站查看一下 大部分的签证内别都是微条 被砍最多的是商业和投资类技术移民的签证 从去年的5000个名额直接砍到1900 砍了超过一半 其余公布的移民政策变动 包括让某一些毕业留学生能够申请额外两年的毕业生签证 让他们毕业后能够拿此签证在澳洲留到4年左右 这个新政策适用的行业名单还未最终确定 教育部草拟的名单上主要是工程师IT和医疗护理类职业为主 另外一些这次重新确认但之前已经宣布过的移民政策 包括就是增加有工资要求的工作签证最近年薪 5万9千到7万 能够增加为他们投标的工薪阶层群体的票仓 同时他们也在通过移民政策的变动 想要提高海外移民的水准和最低收入要求 这一项措施又会让澳洲本地的工会更加的满意 可以说是一石二鸟的一条妙计 至于澳洲现在最新的移民政策走向 小一之前已经出了一期视频专门讲解 还没有看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右上角 如果您想要更详细的了解 这一次澳洲联邦财政预算案的具体内容 可以查询bagi.gov.au这个网站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于大家更好地了解 澳洲最新的国家预算和执政方针有所帮助 喜欢的话还请点赞订阅支持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